用像这样的一个拼斗的时候呢 要注意到的是绝对不要拉扯到我们的肌肤 因为我们的肌肤呢是最薄 全脸最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看大家就是在揉眼睛的时候呢 都没有在客气的 拼命的揉 因为好痒对不对 可是呢你不要忘记它是最薄的地方 所以你一定要温柔的对待它 所以呢首先我们就要用像这样的一个拼斗呢 如果是底下我们的这个眼袋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要由内向外 这样的一个均匀的把它的涂抹 动作绝对要轻柔 然后呢 麻烦这个眼睛闭起来一下 然后呢我们上方的一样是由内向外 轻轻的把这样的一个活性的成分 均匀的涂抹在它的这个肌肤上 所以千万不要有任何这个拉扯的动作 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可以针对几个 就是我们眼周的血点 来达到这个冰凉正经舒缓 还有活络它的舒缓的效果 只要轻轻的按压 比如说我们眼睛下方的这样的一个 可以排水的血点轻轻的按压 还有在我们的这个眼头呢 我们眼窝这边常常因为这个眼压非常的高 然后会有这个很疲累很暗沉的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因为只要这样 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眼窝前方轻轻的 就是往里面轻轻的按压一下 动作绝对要轻哦 还有我们的这个眼尾 再来就是我们最在意的 我们的这个鱼尾纹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在这个按压的时候呢 要带到我们的这个太阳穴 因为我们在笑的时候是 整个都在牵动的 不是说只有这边笑 然后这个这个太阳穴 这边不会不会动 那就糟糕了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整个都要带到 像这样子只要简单的这个步骤 就可以完成像这样的 一个净白透亮浮纹亮眼的效果